Hello大家好,这是2020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在这里跟2020年说白白的同时 也希望大家的2021年可以过得不像2020年那么惨 最后一期节目的选题呢 是在艺术叨叨的群里面小伙伴给了我的建议 当时本来其实有几个备选的答案 他提到这个艺术家的时候呢 同时我又收到了一个关于他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新闻的推送 所以我就觉得这应该是老天爷给我的暗示吧 让我来为大家分享这位艺术家 所以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在设计圈和艺术圈都非常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这一期的节目吧 今天要分享的这位艺术家的名字就叫做野口勇 相信大家对设计有一定了解的同学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 他非常有名的就是在家具店 现在也是排在销量排行榜上前几名的桌子和这个灯 那么关于这两个作品在后面的关于他生命的介绍里面也会再次提到 但是今天我想为大家分享的是一位雕塑家野口勇 而不是一个设计师野口勇 所以更多的我们会从他的一个艺术创作的角度 还有他的一些雕塑类的作品去讲述这位艺术家 那么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上周有收到一篇来自Artform的推送 在推送里面是有说野口勇作为首位进入白宫收藏的亚裔美国艺术家 那么他被白宫收藏的艺术作品就是这一个Floor Frame 创作于1962年 在1968年惠特尼博物馆的回顾展上展出过 那么今年三月的时候是以12.5万的美金的价格被白宫收藏 其实这个新闻是对于亚裔艺术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吧 就是毕竟从来没有过亚裔艺术家是被白宫收藏过的 所以也可以足以证明 野口勇作为一个艺术家 在美国艺术圈里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那么我们就从他的出生开始讲起吧 野口勇是一位每日混血的艺术家和设计师 他出生于1904年的11月17日 他的父亲是日本非常有名的诗人野口米次郎 他的母亲是当时米次郎在美国的一个编辑 叫做Laney Gilmore 他母亲其实也是在美国教育行业啊 编辑行业有一定地位的 出生的时候 其实他父母并不是一个比较官方的婚姻关系 所以他算是一个比较突然来到的一个孩子 在他三岁的时候 1907年母亲是把他带回到了日本 所以也是在这个时间段 他得到了他现在使用的野口勇这个名字 是他爸爸给他起的名字 但是在日本他并不是一个受到认可的一个婚生子 所以他在日本这个时间段也是受到了父母关系的一些影响 比较的颠沛流离 一直到了他的14岁 1918年他是回到了美国重新开始读书的 1922年从他当时的高中毕业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 其实他是随母性的 他在日本的名字是Isamo Gilmer 然后他回到了美国之后 他的名字是Sam Gilmer 那么他从高中毕业之后 其实他自己就挺想搞艺术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 拜托了一些妈妈的朋友 然后去帮助他 跟随了当时美国非常有名的雕塑家 古登伯格勒姆 去学习一些雕塑的技巧 那么这个名字大家不一定很熟悉啊 但是他非常有名的作品就是美国的总统山 所以是当时在美国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雕塑家 经过了这个不长时间的学习 其实当时伯格勒姆对他的这个手法也好啊 或者对他的这个雕塑技巧也好 是不满意的 所以当时他就劝我们的野口勇 重新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要做雕塑这个行业 那么野口勇也是吸取了他的建议 回到了纽约 重新开始读他的家人 希望他所读的这个专业 于是他又重新加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去学习一些关于医科 还有生物这一些方面的知识 但是在1924年的时候呢 他还是不想放弃他当时的一些艺术追求 特别是他在纽约认识了一些艺术圈的朋友 包括一些舞蹈家呀一些画家 所以他就觉得嗯还是应该尝试一下 所以在1924年的时候 他又加入了夜校 重新开始学习一些关于雕塑的知识 也是在这个时间段他把他的名字从 Isamo Gilmer改成了Isamo Nagochi 就是野口勇 用了他父亲的姓氏 那么其实在这个阶段他已经展示出了一些 他的这个在雕塑上面的天赋 于是乎他其实是得到了一些工作 还有一些雇佣的 所以他就申请了当时的一个算是奖学金之类的资助 出发去了巴黎进行深造 那么在当时巴黎的时候 他的老师是康斯坦丁布兰库一 这里为大家展示的他的作品 其实我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当时这位艺术家在巴黎是非常有名的 他的一些作品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野口勇的作品 那么他在巴黎的时间呢 差不多有两年左右 在这两年里面他是尝试了一些不同的材料 特别是后期他尝试了一些金属材料 然后也对于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抽象的东西 做出了一些尝试 那么大家也是可以从他的这些画作呀 还有他初期的尝试的作品 感受到一些当时这个时代雕塑的一个潮流 以及这个欧洲的这一些雕塑家对他造成的影响 那么1929年的时候 他的这个奖学金也用的差不多了 他其实当时是想去亚洲继续学习的 但是他这个奖学金没有办法继续资助他了 所以他就回到了纽约 回到纽约之后 他发现他之前创作的作品不挣钱 不挣钱他就养活不了他自己 所以他就开始得到一些这种雇佣 我们说也是资助吧 去创作一些人物的肖像 那么在这个阶段 他的人物肖像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展示 所以他其实这个时间就挣了不少钱 挣的这些钱呢 就足够他支撑他去亚洲继续深造之后 他就从美国出发 又去往了巴黎 然后又从巴黎辗转到了亚洲的一些国家 去开始了他的游学生涯 那么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 他从巴黎出发之后 本来他是想去日本的 但是因为一些跟父亲的关系的问题 他没有去日本 他就先到了中国 到了中国他就认识了我们当时非常有名的山水画大师齐白石 所以耶口勇和齐白石是有一部分交叉的 那么在这个阶段 他也是向齐白石讨教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水墨化的一些技巧 所以他也创作了一些水墨化 相信这些中国的审美和中国水墨化上面的一些创作方式 也对他以后的创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么在中国待了六个月之后 他终于有机会进到了日本的境内 那么在日本的时候 他也是学习了一些关于陶土这个材料的使用方法 创作了一些他比较熟悉的人像 包括一些周围的叔叔阿姨等人 后面他就又回到了美国 但是因为经济大萧条的原因 他之前创作的一些人像就不太好卖了 但是他同时在亚洲学习到的一些陶艺 还有他的山水画 反而能卖的出去了 也是在这个时段 他开始尝试了一些抽象艺术的表达 比如说特别有名的这一个环球小姐的大型的雕塑作品 但是在那个时候 其实这一类的作品并不是很受到大众的认可 所以他又去往了伦敦 去想说看看自己有没有更多赚钱的可能 但是同年的12月份 又因为妈妈的去世又回到了美国 1934年开始 他开始尝试一些小型的公共建筑的一些作品 他也是想要有更多工作的机会 但是很遗憾的是有一些项目跟他确实是合不来 所以他也没有说在这个阶段创作出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 那么他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就是1937年的时候 他设计出了这一款Zenith Radio Nurse 是一个婴儿兼护仪的一个产品 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尝试关于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类的东西 那么这个产品在当时其实是受到了好评的 所以同时他的事业等于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他受到了更多的这种工作上面的offer 那么同时他也是继续在创作这些半身人像 也接受到了一些公共设计上面的offer 像是在美联社门口的这个非常巨大的雕塑啊等等 但是非常快在1939年二战就爆发了 大家也知道珍珠港事件对美日的关系造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 那么他作为一个日裔的艺术家 在美国的发展其实受到了非常多的限制的 这个主要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 那么所以在这个40年初42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段 他其实是受到政治的影响非常大的 不管是他的创作呀他作品呀 甚至于说他有一段时间是自愿进入到了监狱去进行监禁的 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是人生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他整个人也是思考了很多 于是他的创作开始发生了一些比较巨大的改变 他从监狱出来之后返回纽约 他就开始了爆发式的一个创作 也是在这个阶段他生产出了他最最有名的作品 这个桌子以及他的这个灯 并且开始了一些关于超现实主义的尝试 他的风格也开始渐渐的明确起来 那么在这个阶段 其实大家是能看到他的一些作品 也是受到了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卡尔德的影响 看来是没有办法回避了 早晚要给大家讲卡尔德的老提这个名字 老哥大家 那么在他这个爆发式创作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商品其实是变成了家具店的一个热门的品牌进行销售 那么他的盈利也是支撑他去创作了更多的一些展示型的雕塑类的作品 那么也就是从50年代开始 一直到他去世之前的1988年 简直就是他作品的一个高产期 同时他也是得到了很多的这种公共区域的一些offer 去让他为公共区域设计一些雕塑啊等等 那么他后期的作品 其实风格上面就会开始逐渐显现出他作为一个亚裔艺术家和美籍艺术家 两个双重身份认证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特性 比如说在审美上面 比如说在材质上面 那么在1986年的时候 他是代表美国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 1987年的时候 他被授予了国家艺术奖章 这个是美国授给他的 到了1988年的年底12月30号 也就是我们视频发布的前一天 他是病逝了 享年是84岁 其实相对来讲 野口勇是一个比较长寿的艺术家 他大概从20岁左右开始进行艺术创作 一直到他临死前 其实他都在保持着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创作状态 那么他参加的公共艺术的这些项目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不管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大家经常会被提到的日本的游乐场 还是说他在纽约百老汇门口的红色的方块 以及他在美国很多公共区域 大家都常能见到的一些比较有名的项目 其实这些项目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甚至在旅游的时候会作为一个重点的景点去观赏 但是今天还是更想给大家提一下 他在长岛地区有一个自己的展示用的一个博物馆 那么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 其实是收藏了非常多他的雕塑作品 这些雕塑作品并不是每一个都那么有名 但是这些雕塑作品是非常能够直观的 真实的去展示他作为一个亚裔美国艺术家的审美和创作状态的 通过去浏览他的艺术作品 甚至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到美国去参观他的这个美术馆 不管是从他博物馆的外观还是里面的这个展示的方式 以及他大量的这些展品来看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能从中间非常明确的感变到 这是一个亚洲艺术家所创作的雕塑作品 他在雕塑作品中间所给出到的一些感受 一些构图上面的一些感觉 甚至于包括说他对于这个不同的切面所进行的一个不同的处理 都能展示出来他作为一个亚洲人的审美 以及他作为一个双重identity生活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社会呀他人呀对他造成的一个影响 其中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就是这个brilliant的这个作品 因为这个官网上面的一个视频展示出来 是一个美籍的菲律宾人做的这个背景的陈述 他其实就有说在这个作品上面 他是能够感觉到两个不同文化的冲击 他是非常展示野口勇自身的 因为有一个面是抛光了非常光滑的 而其他的面是非常的粗糙的 这可能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他身上交织 然后互相作用产生的一个效果 而产生了这一个雕塑作品 那作为同样生活在海外的一个中国人 我自己其实也会经常有这种 关于身份认证上面的一些思考啊 或者说一些迷茫的感觉 甚至于包括说大家对你的态度啊 社会对你的一些影响啊 包括身边人都会讨论到关于这些问题 那么他作为一个亚裔的雕塑家 其实就是通过他的作品 去向大家展示了很多亚洲哲学 禅宗啊 甚至于一些亚洲审美上面的东西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 特别是他最有名的这个灯的作品 其实是非常日式的一个作品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非常有美感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一直觉得 不管是抽象还是超现实主义 他其实都应该最先从亚洲发源起来 因为我们亚洲审美讲究了一个意境在里面 其实就是画出来的东西 你不一定要去深究他到底画的东西是什么 相反我们要从他的一些笔触啊 质感啊 他的流畅度上面去理解他 去感受他 更多的是感受优先于我们视觉上面的一个分析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国家的人 很难去理解亚洲艺术 然后亚洲艺术的人一直在去讨论啊 去理解啊 需要学习亚洲哲学思想 才能更好的去帮助我们 去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 中国艺术 以及整个亚洲地区的艺术的原因 所以说从从更多的去了解亚洲艺术家 亚裔艺术家 以及去探讨他们的作品的含义上面 其实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 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 然后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 所以其实我也是更多的希望 我们的亚洲艺术家 特别是我们的中国现当代的艺术家 可以更多的去回到我们的本源 去探讨一些意识 一些哲学上面的东西 一些感受上面的东西 或许他能够更好的去传递给观众 关于我们的亚洲审美 中国审美 我们的这种特殊的文化 所带给我们的一些 在创作上面的启发 那么野口永老师的这个博物馆 是有一个比较官方的网站的 他也有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 感兴趣的同学们 可以在下面的info box里面 找到他的链接 然后也欢迎大家去点击 去浏览他的艺术作品 同时他的这个桌子啊 灯啊 以及一些其他的产品设计类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在家具店买到的 价格大概在几千到几万元不等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贵 同时也为大家推荐 野口永老师的官方的这些画册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收藏 可以提高大家对于家装上面啊 或者说艺术上面的一些审美 可以给大家更多的灵感 那么也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2021年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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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